看手相一定要双手综合看,左手代表的为先天主要体现35岁之前的命运,代表父辈祖辈的福德,而右手代表的为后天,主要体现35岁之后的命运趋势, 也代表后天的努力,所以大家要清楚看手相,必须结合左右手更为准确,首先从外观看,就是红润手纹清晰,不勃杂,感情线,事业线都是非常好不杂乱,无名指比时指长,属于中满年期间更有富贵的好手相,手腕上面比较多杂乱人录,在砍弓,前弓两个方位,所以主要注意甚,长弓能比较差, 平时需要保养此女士的手相明显比较差的,手相看纹路比较粗,代表容易从事些体力劳动,或者技术方面的工作,感情先不理想到自闻多,并且有分差,这些都是感情不如意的体现,手相看世会线比较短为人过于实在,不够精明,不利于自己创业偏财比较弱,命主反馈,目前从事技术工作,相对辛苦, 待遇一般,感情确实离异带有女儿生活,建议命主结婚八字解析运成,可以看何年再有桃花,何时找哪种属相的对象,更为有利,手相中手掌红润饱满,富贵的特征,加上智慧线长,情商比较高,为人聪明,有才华,事业线也是比较长, 并且两条事业线,表示命主一定会有副业,或者兼职些行业,不论男女事业线要清晰,不杂乱,不怕多,就怕断怕乱这样就不利事业财运发展,智慧线要长断合适,也不能超长,这样则,过于精明也是不太好,朋友圈子都怕跟你交往,风水命理,八字算卦, 风水不局,求财改运,何婚择日师傅微信,483595214